在这一边我们就有直线 直线的情况之下 我们知道直线的角度加起来会是180度 这个是要大家记得的 就是说直线 然后它就加起来会是180度 直线它的那个度数加起来 重的度数是180度 为什么直线是180度呢 因为我有完整的一个圆圈360度 然后一刀切两半 把它们分开 OK它就180 然后这边也是180 OK一刀切两段 OK好 来所以我这两个加起来会是180度 所以x加130等于180度 虽然有一些老师他在教的时候 他会写x等于180减130 然后就等于50 这样他可以省掉一个步骤 可是呢我自己本身不喜欢做这样的一种事情 因为这样他去到更复杂的题目的时候 他就会变得很乱了 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呢 第一行一定要写x加110度等于180度 然后我的x就会是等于180度减110度 然后就等于70度 这个加半过去变成这样 在这一个部分呢 你的formant chapter 6的那个linear equation的那个一圆一次 那个方程式你不会的情况之下 你来到这边你就会有问题了 OK所以这一个b的等一下你们自己试做 然后第二题a我这三个加起来会是180度 因为直线加起来180度 然后这一个他没有告诉我几度 但是这个符号代表的是90度 所以我x加90度再加45度会是等于180度 然后我的x等于180度减90度 再减45度 所以我拿到的是45度 然后第二题a他还有另一种方法 就是我的x加90度加45度等于180度的时候 我有一些学生他喜欢做的是先直接把这边加起来 他就会变成x加135度等于180度 然后他的x就会是等于180度减135度 然后等于45度 他先把它加起来再搬过去 他只是搬一个东西 然后这一个他就搬两个东西 OK但是他的步骤就省一个步骤 你看你自己要做哪一种方法都可以 然后来到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2x加106度等于360度 没有等于180度 那个度你一定要跟他写上去哦 你的度没有写上去的情况之下 老师可以直接给你错的哦 我有学生曾经他的考卷可以拿90多分 就因为他的那个度没有写上去的情况之下 就直接从90多分变成70多分 有度的题目老师就扣 有度的题目就扣 这样扣掉整20分 哦他在那边预库无类 我也是预库无类 x等于74除2 然后他就等于37度 所以他答案是37度 OK好 在这一边 这一个就非常明显了 只要你的那个2x加106等于180 你的linear equation加搬过去变减了之后再来除 你这个东西你不会的情况之下 你来到这边你就有问题了 然后第四题呢我由x加90度加45度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x加135度等于180度 所以x等于180度减135度等于45度 记得我们的直线加起来会是180度 所以不管他是在上面加起来是180度 还是他在下面这边加起来也是180度 所以在b这边的时候我就有2x加40度加90度 等于180度 然后我的2x等于180度减40度减90度 所以是50度 然后我的x呢会是等于50度除以2 然后x会是等于25度 所以答案是x等于25度 OK这个是第四题b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转发